同学们大家好 本节课我们开始来学习区块链的基础入门 我是斯蒂文老师 那么我们将分为以下几个知识点 第一呢我们先来初步认识一下比特币与区块链 第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块链的起源思想 第三我们要掌握区块链它的本质以及其特性 第四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块链的应用场景 好那么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比特币与区块链 那么比特币它的发展经过了这么一个历程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以美国为首的货币超发引发了这场金融危机 这也是比特币产生的一个原因和动机 那么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呢 美国政府无限的增发货币 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央行它具有一个记账权 那么我们在这里头呢首次提到了这个概念 叫做记账权 那么也是针对于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 这个区块链而说的 那么区块链它是一种新型的支付体系 区块链网络中的每个人都具有记账权 那么它的记账权不由某一个央行 某一个中心点来说 所以它的货币不能超发 而整个的账本完全的公开透明 也非常的公平 那么2008年的10月 有一个代号叫做中本聪的人 发表了一篇比特币的论文 叫做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它描述了一种被它称文 叫做比特币的一种电子货币 以其这种电子货币的算法 那么中本聪的它的这种整体思想呢 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 但是它所涉及到的一些技术 都是已经存在的了 比如说像P2P 像分布式存储 哈希算法 非对称加密等等 它是将这些技术很巧妙的 进行了集成化 系统化 从而实现了一个可供实践的 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在2009年的1月3日 中本聪呢 开发出了首个 实现了比特币算法的 一个客户端程序 并且进行了首次的采矿 也叫做Mining 那么我们在这个后期的课程中 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采矿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那么在北京的时间呢 2009年的1月4日 上午的2点15分05秒 那么换算成美国的当地的时间呢 就是2009年1月3号的下午的 18点15分05秒 那么比特币的第一个区块 也就是创世区块 就这么诞生了 那么每一个区块的诞生呢 比特币系统都会对于 这个挖矿者进行一些比特币的奖励 那么初始的时候呢 比特币奖励呢 是50个比特币 那么当然了 这个挖矿的奖励这个比特币的数量呢 它并不是固定的 它规定 每产生21万个区块 这个奖励就减半 因为整个比特币的数量 一共是2100万个比特币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 当每挖到一个区块的时候呢 奖励的个数 已经变成了12.5个比特币 那么每一个比特币区块中呢 实际上主要的作用 是要记录当前这个时间内 所有的比特币的交易的一个记录 那么因为对于创励块来说呢 它没有一个交易记录 那么中本聪呢 是将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的一条新闻 它永远的记录在了其中 那么大家通过这个截图 就能看到主要是这篇新闻 那么Chancellor on break of second bill for banks 那么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财政大臣兵临 第二次银行救助的边缘 那么实际上 这个比特币的诞生呢 也是因为中本聪为代表的一些人 他们对于这种货币无限增发 他们的不满 那么他将这篇新闻 记录到了这个创势块里头 实际上也可以看出来 对于金融危机 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一些不满 那么在这里头呢 有几个概念 每一个区块呢 它都有一个固定的编号 那么创世区块 它的编号为0 这个编号呢 同时也叫做这个区块的高度 我们通过这个截图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这么一个 白色的为背景的这么一个编号 它是277,316号 那么说明它的这个高度 也就是277,316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区块链的深度 那么区块的深度呢 实际上取决于它后续 它上方 后面又跟了多少个区块 那么根据它的这个个数 决定了它的深度的大小 那么从0号这个区块 一直到第21万个区块的前一个区块 那么当每挖到这些区块的时候呢 它的奖励都是50个比特币 那么从第21万个这个区块 一直到第21万个的两倍 也就是42万个的前一个区块 那么它的奖励呢 就减半了 就变成了25个比特币 那么从第42万个区块开始 那么当然 一直到第84万个前一个区块呢 它的这个奖励呢 都是不是应该是从第42万个区块开始 一直到第63万个区块的前一个区块呢 它的奖励都应该是12.5个比特币 那么比特币区块 它当初诞生的这个时间呢 实际上是由这个比特币系统 有一个规定 大约每产生一个区块的时间呢 是10分钟左右 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 我们每产生21万个区块 大约所需要的时间就是4年 所以我们经常说 每4年 我们挖矿的简历就会减半 那么在这里头呢 给大家介绍几个网站 那么有区块链浏览器 它的网站呢 是Block Explorer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区块链信息 Blockchain.info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么比特币 这么一个网站 叫做btc.com 那么底下这个网址呢 是以太坊的一个网址 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能够对这几个网站 能够记一下他们的这些网址 实际上对于我们后期 学习这个区块链的一些技术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现在打开的呢 就是这个区块链的创世块 也就是零号这个区块链 它的这个区块链浏览器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信息 那么除了这个网站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这个网站 Blockchain.info 我们也能够看到 那么同样的 对于这个创世块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 这个网站 btc.com 也能够看到一个中文版的 对于创世块的 这个信息的一些说明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比特币浏览器 我们看到了 它的这个诞生的时间呢 实际上这个叫做Time Step 就是一个时间戳 我们能够看到 是2009年的1月4号 上午的2点15分 那么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这个的时间呢 我们显示的是2009年1月3号的 下午的18点15分 那么实际上这个呢 就涉及到了 有一个时间戳 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时间戳 那么时间戳呢 它指的是 格林威治时间 1970年1月1日 零分 零时零分零秒 那么对于北京时间呢 就是1970年的 1月1日的 上午8点的零分零秒 从这个时间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总的秒数 所以这里头呢 会涉及到 有一个时差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不同的时间 实际上 它是由不同的时差 看到的 那么对于这个 下午16点15分呢 18点15分呢 这是英国的一个时间 那么实际上 这个呢 是已经换算成了 本地的一个时间 因为当前这个服务器呢 我现在打开的时候呢 这个地点是在中国 所以呢 它是显示出来的是 一个北京时间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对于这个创世块里头的一些信息 当然了我们在后续 还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第一个就叫做交易的个数 那么因为每一个区块呢 它的主要的作用 就是存储交易信息的 那么有多少个交易信息 对于这个创世块来说 它是没有交易信息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里头的1呢 就是它将刚才的 泰晤士报里头的一条信息放进去了 从而做成了一个交易的信息 那么这里头呢 也有一个高度 那么它的高度为0 对于创世块来说 它的高度为0 Blog reward这个代表的呢 就是对于我们挖到区块之后 比特币系统给我们的一个奖励 这是给的一个50个比特币 这是当初产生的一个时间戳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梅克尔根 那么梅克尔根呢 我们在后续还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 这个代表的是 当前挖到第一个创世块的时候 它的难度 难度值为1 这个Bits呢 代表的是一个目标难度系数 那么这个系数 实际上随着这个数值的增加呢 我们挖矿的难度 会发生一定的调整 因为比特币规定 每10分钟挖到一个区块 那么他会观察当前挖矿的速度 如果快的话 他就会调整这个目标的系数 那么这个size代表的是 当前这个区块 它的一个整个的大小 这个版本呢 代表的是当前客户端的一个版本号 挖矿呢 是需要有一个客户端的 那么当前咱们的这个version 已经远远要大于1 那么这个nons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随机数 nons本身的中文的意思呢 就是随机数 那么这个随机数呢 实际上就是跟我们挖矿 密切相关 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 会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解释 那么这个next block呢 就代表的是 我们现在是创世块 那么它的这个高度为0 它的编号也是为0 那么下一个区块是谁呢 下一个区块就是为1 当我们点击这个1的时候呢 就进入到了 高度为1的这个区块里头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还是看到有刚才 类似这样的信息 那么只不过呢 这里头有一个交易 transaction 它的中文意思呢 叫做交易 这个呢 代表的是每一个交易 它的一个编号 这个代表的是 我这个交易记录的时候 它的这个挖矿的 所产生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就代表的是 当前有一笔交易 这个代表的是交易的输入 这个代表的交易的输出 就代表的 从某个地方 给这个银行卡的卡号 也就是比特币地址 汇入了多少钱的意思 那么大家就能够看到 实际上它代表的是 no inputs 就是没有输入 没有输入呢 实际上就是比特币系统 给我们产生的一些比特币 那么汇给了谁呢 汇给了这个比特币地址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比特币地址 一定是中本聪的比特币地址 那么汇过来了多少个呢 汇过来了50个比特币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51万8562个确认 confirmation是指的确认 实际上这个确认 也就代表的是 当前这个区块的后方 跟了51万8562个区块 那么实际上也就代表的是 当前这个区块 它的这个深度 有51万8562个 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 这个代号中本聪的人呢 突然间销声匿迹 他将他的项目转移给了 比特币社区的核心成员 加文安德烈森 实际上加文安德烈森呢 一开始经常把一些 他对于比特币的一些 改进的意见 经常发给中本聪通过邮件 那么发过去了以后 中本聪实际上对他 也逐渐逐渐地开始 进行了一些认识和了解 最后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呢 他就完全把这个 比特币社区的一个维护 交给了加文安德烈森 实际上当前我们的这个 比特币系统能够这么 完整的运行 其实多亏了这个 比特币社区的功劳 那么目前来看啊 得到的信息呢 中本聪实际上他 持有了100万个比特币 那么兑换成美元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一个比特币 兑换成美元 他的这个兑换率呢 是一比特币是7961美元 那么那么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中本聪所持有的这100万个比特币 他的价值可以达到79.3亿 真是富可敌国 那么对于这种加密数字 他所代表的这个兑换比率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网址 这叫做加密数字的一个货币投资网站 可以随时的看到他的一个兑换的比率 那么对于这么大的一笔资金 实际上他会不会带来 我们社区的一个不稳定 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中本聪呢 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密码朋克组织的一个成员 Cypherpunk 那么对于这个密码朋克呢 他主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所有信息的隐私性以及匿名 所以这个密码朋克的人 他们实际上他们的交流呢 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交流的 他们没有彼此 很多都没有彼此见过面 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他们崇尚的是原始的生活 就是非物质的一个生活 那么密码朋克他们的成员呢 目前是有1400多人 他们讨论的话题呢 有数学 加密 计算机 政治以及哲学 那么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 他们讨论的很多东西呢 实际上跟我们的这个IT技术 都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他们这里头呢 有很多的IT精英 比如像维基解密 他的创始人阿桑奇 还有非常著名的 BT下载的作者 布拉奇科恩 还有万维网的发明者 蒂姆·伯纳斯 还有就是Facebook 他的创始人之一 肖恩·帕克 那么在2010年的5月12号呢 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非常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也就是第一次 这个BTC可以进行交易了 那么他的整个的过程呢 是美国的一个程序员 那个拉斯勒 他也是一个比特币的爱好者 他花了一万个比特币 去购载网上去购买一个 25美元的一个披萨 当然这个时候呢 英国的一个人 响应了他的这个响应 也就是说 接收了这一万个比特币 同时把这只25美元的披萨 然后汇给了他 这也是比特币第一次有了价值 也引起了轰动 那么从此之后呢 每年的5月22日 也都被比特币的爱好者 称为呢 比特币的披萨日 那么实际上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当前啊 实际上兑换成 我们的这个人民币来说 一比特币 以当前的这个价格呢 可以兑换成 五万 五万人民币 那么实际上 大家就能看到这一万个 比特币所购买的 这25美元的这个披萨 实际上它就值 五亿人民币 所以这个披萨的价格 还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到底比特币是什么呢 比特币它实际上是一种 加密数字货币 它没有比特币的实物货 没有实物现金 它没有现钞的 不要奢望啊 有一种真正的一种硬币 没有的 那么它就是一种数字货币 那么也没有银行的网点 那么它的所有的账目 都是公开透明的 那么我们不妨去打开这个网站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这个Block Explorer 这个网站中 每一个区块的一些信息 当我们在点击这个Block Explorer的时候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它的首页 那么进入到首页中呢 我们能够看到有这个 Latest Blocks 那么就是最近所产生的比特币区块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区块的高度 那么也能够看到这些区块所产生的这个时间 也能看到每个区块里头所包含的一些交易的数量 那么在底下这块 底下这块的刷新是非常非常频繁的 这个代表的是最近的我们的一些比特币的交易 它的这个交易的数量 全世界呢 这个比特币交易的数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几乎每过一两秒钟 这个信息就在不断的刷新 那么我们现在点击开看 那么任何一个比特币区块中 它的一些信息都是完全公开的 我们不需要注册什么 所以我们都能够看到 比特币大概这个区块的产生的时间 首先比特币这个这个区块里头所记录的 比如说像这个 它记录了681条交易信息 那么我们在这里头呢 我们能够看到 每一个交易信息都是完全公开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头呢 稍微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我们当然了在后续的课程中 我们会详细的进行比特币交易的讲解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们先给大家进行一下扫盲性的一个普及 那么我们通过这块呢 能看到有transactions transactions 它代表的是交易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代表的是每一个交易 它的编号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哈希值 那么这个交易呢 我们大家可以从左侧能够看到 no inputs 它就 右侧呢 代表的是这么一个地址 这个呢 代表的是比特币地址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中 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那么比特币地址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一个银行卡的卡号 左侧呢是输入 右侧是输出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 左侧这个就代表的是 从一个地址给我们的这个银行卡号 汇了这么多钱 12.5 这么多的钱 那么它没有输入 就代表的 它是从比特币系统中 给我们画出来了 因为它不是从任何一个人的银行卡的卡号上 给我们 是从比特币系统中给我们的 那么也就是因为 这是它挖矿所产生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交易 这笔交易呢 我们能够看到 它是原始的这个比特币呢 有48个 48.7个 那么现在要汇出去的呢 是汇出去0.1个 我们能够看到 从这个地址 汇到这个地址 汇了0.1个 那么它整个的这个银行卡里头呢 有48.7这么多个比特币 可是我只需要汇出去0.1个 那么势必会涉及到有一个找零 那么在比特币系统中呢 有一个找零的机制 那么大家都能看到 又有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找零 之后的这个钱 那么左侧我们这块显示的 这个费 0.001695比特币 这个代表的是交易的手续费 那么在比特币系统中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每进行一笔交易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交易的手续费 那么如果这个交易的手续费 这个交易的手续费 是由比特币的这个发出者 所来提供的 那么当这个交易的手续费 越高的时候 实际上咱们的这个交易 被整个网络中所有的节点 进行确认的时间也就越快 那么他通过这个银行卡的卡号 汇给了这个卡号 汇给了0.1 那么再扣除这个交易的手续费 那么找零之后呢 就应该找48.605 那么这个找零的这个比特币地址呢 实际上就是发出者 你自己来规定 我可以把这个找零之后的这个地址呢 我可以是依然汇到我原始的这个银行卡的卡号上 我可以汇到我的另外一个银行卡的卡号上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个交易呢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实际上他的这个比特币地址的这个拥有者 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比特币地址的拥有者 那么在这里头呢 有一个说明 如果我们在进行比特币交易的时候 涉及到找零 而你又没有去指定 我们找零应该找到哪个比特币地址上 也就是银行卡的卡号上 那么他会将所有的这个找零的钱 都作为咱们的这个交易手续费 归这个记录这条交易信息的矿工所拥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